嗨,晚上好呀 早上上班时间太紧,来不及做早饭 今天老妈就来分享一个简单快速营养好吃的早粘饼 拿一个土豆,把它洗净去皮,切成薄片 把切好的土豆片,再把它切成细丝 切一把葱花备用 接着把切好的土豆丝和葱花放在一起 里面打上一个鸡蛋 加入盐,花椒粉,13香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土豆丝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搅好之后在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再用筷子继续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太干的话可以加适量的清水 最后把它搅成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电饼盛里面抹上一点油 把搅好的土豆丝面糊倒进来 用刮板把它摊平摊均匀 摊好之后把它调整一下 盖上盖子,中火烙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打开盖子把它翻下面 可以看到底面已经起了漂亮的饼花 盖上盖子,再烙三分钟 烙到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老妈做的土豆鸡蛋饼就完成了 用刀子把它切开看一下 香软美味做法简单 营养可口还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 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 多长 계 多长期 下山上